請你幫我接浪部 年輕女孩要小心 子宮頸癌難發掘 她有可能一開始就 跳過了子宮頸 反應直接進入子宮頸癌 從你一開始一個病毒感染 萬一你一路都沒有好 感染到癌的話 12年 直到12年 那你們快一點的有 越年輕的時候跳越快 我們也有遇過那種 那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檢查 檢查不到 有些子宮頸癌它長得很裡面 叫 做某片是不容易偵測的 腦科病有危機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這很多的疾病在我們節目當中 一一地來討論 有的棘手 有的看似輕鬆 依照這個試劑來講 有些疾病叫做四季大疾病 譬如說憂鬱症是一個 譬如說癌症它是一個 真的 對不對 講到癌症 其實很多人想說 是不是一開始 它就是癌細胞就來了 其實不一定 而且大家聞癌色變 今天這一集我其實滿害怕的 你害怕 因為你剛剛說的 癌症可能會有一個轉變的 當然 過程 但沒想到 原來前面這些疾病 可能會造成後面 癌症的發生 那你會擔心的原因是 你裡面可能某些是符合到 你的狀況 對啊 有些可能 發生率滿高的吧 那我們就來比一比 看是你比較厲害 還是現場的他們比較厲害 誰比較要擔心 來 我們首先先來看第一樣 第一樣就是巧克力囊軸 巧克力囊軸 但很多人應該女性朋友 大家多少有聽過這個名稱 真的嗎 很可見嗎 對 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疾病 我想一開始 還是陳醫師幫我們講一下 其實今天這題目真的是很好 而且所謂的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基因德五毒素 你今天得癌 絕對不是單一因素 一命就是可能跟基因遺傳有關係 二運是跟你的一些生活習慣有關係 三風水絕對不是你買到哪裡 做到哪裡 而是你這個組織 或者你身體的環境 你怎麼樣去保養它 這才是最重要的 四基因德就是要好好做好事 五毒書就是沒事要多看這個節目 大家才會知道 這個五是最有道理的 這個很好 好厲害 好會講 好棒 謝謝陳醫師 你們四個可以做字了 陳醫師 你今天就講到這裡就OK了 你可以領酬勞了 再見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因為這三個節目 在我們門診的時候 是最容易有誤會 它比如說A會不會造成B這個疾病 或者A什麼情況會變成 最後的終極的癌症 大家會有很多誤會 所以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盡量好好的看這一集 我們先來講巧克力囊種 巧克力囊種 我記得我年輕醫師的時候 包含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一看到這個題目 哇 那是不是 對 所有的人正常的邏輯會是這樣 那我要先講巧克力囊種 其實它隸屬一個疾病 叫 好 我們今天把簡單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大家的子宮 對 靠近外面這個叫子宮頸 對 子宮本身裡面有個叫內膜 大家看這個三角形這個空間有沒有 內膜很像你房間裡面裝了壁紙 壁紙本來時間到了脫落以後 排出來變成精血 這是最完美的 可是如果這個 它剝落的過程當中沒有很完整 甚至有些因素使它逆流回去 最常見逆流是透過疏軟管跑 疏軟管最近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我講下面就是卵巢 對 所以如果跑到卵巢上面 積在卵巢的裡面 日積月累 它的精血本來排出來變精血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衛生棉上面積的東西 如果長在卵巢上面積久了 它就變成巧克力顏色的一個囊種 所以它名字叫巧克力囊種 那它逆流 為什麼會逆流而上呢 這個 對 人都要逆流而上 那倒立有辦法出來嗎 倒立的話 還是用跳的這樣 對啊 有辦法弄出來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在所謂的內膜意味症 既然內膜本來應該長在子宮內膜 為什麼它跑到別的地方投奔自由了 內膜意味症 我們目前有三個重要理論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逆流 剛剛昌明講得很對 那為什麼沒事它要逆流 對啊 有人說我是不是倒立呢 甚至有一些想法是 是不是因為性生活太激烈 衝擊導致呢 目前沒有答案 因為我們的組織要怎麼跑 有時候你抓不緊 那另外還有兩個因素 目前不是主流的說明 第二個就是 還有一種呢 就是受到壞朋友的影響 這個人 他本來不是長成內膜的東西 可是受到外面的因素 也許是某一種養分 某種荷爾蒙刺激 他突然就變壞了 就變成內膜意味症 目前主要理論還是逆流 可是什麼原因當中逆流 我不知道 那內膜意味症 我剛剛講的範圍有很多 包含子宮機械症 還有一個 最常見還是 所謂的巧克力囊腫 對 巧克力囊腫 會變好東西或壞東西 很難講 因為任何一個人要變壞之前 他都有可能 是善良的人 對 有什麼症狀 對 會怎麼樣才會知道 巧克力囊腫的症狀就是 這正常嗎 女生來都痛嗎 有些會痛得很離譜 她的症狀的等級差異是什麼 對 那不一定 有時候她臨床症狀 跟妳的疼痛不一定疼症比 我們以前開過裡面 哇 好嚴重 這個人日子過得好好的沒事 所以痛經是最常見 第二個它影響到腸胃 所以她肚子會脹氣 常常是脹氣 第三個是 然後我前陣子發現 好像跟年紀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有一個 就是20歲的朋友 然後因為她每次都說 她月經來的時候都很痛 她都說她要在家裡滾來滾去 在床上滾來滾 我想說有那麼痛 後來有一次剛好是 她跟我們喝下午茶 然後她痛到臉色發白 就她有化妝 年紀一點就化 但妳還是覺得她臉色發白 然後我們就說 她就說因為她那個來很痛 然後我們就說 哇 那一定是第二天 她會那麼痛吧 她說沒有 快結束了 她說快結束也那麼痛 後來她說她其實有去看醫生 醫生說是巧克力囊腫 而且還不是很嚴重的 但就痛成這樣 所以其實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真的有聽過 人家巧克力囊腫 可是她好好的 甜甜呢 我的話我覺得女生真的滿辛苦的 因為以前我曾經 剪的就是不當 然後導致過我的MC 就是有8個多月沒有來 可是這就算了 我覺得像我們的工作常常 有時候要外景就要下水 變成我們知道說 這一段時間外景要下水 就會先吃那個 讓MC不要來的藥 然後我想說 反正就等於出完外景之後 再吃催筋藥 讓她來就會這樣子 對 可是搞到後來就變得有點亂 但亂也就算了 反正就是她會來就好了 可是之後就來的時候就超痛 痛到一個 那個痛真的是你 以前沒有那麼痛 你就知道她怎麼會突然這麼痛 而且還會有那個血塊的狀態 對 然後看那個醫生 我又覺得她也很怪 因為她就要照那個超音波 要進去知道你怎麼一回事 然後照著照著 她就突然叫我 跟她一起欣賞我裡面的影片 真的 然後她就跟我講 你看你周圍好 你周圍好多的泡泡 就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 她就說你這要定期追蹤 因為巧克力好像中 她沒有很嚴肅 我就覺得說 她好像是跟我分享 今天就也還滿開心的事情 然後她就叫我來定期追蹤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她是不是很想要一直看到我 後來我就也沒有 就是真的定期追蹤 可是之後就發現 疼痛變成一直伴隨我 就突然這樣我這樣體質改變 因為我以前不太會痛 然後之後就痛 然後痛我就吃止痛 那她有說 妳吃巧克力囊腫 對 她說那些泡泡就是啊 我也不知道 泡泡就是啊 不一定啦 要看情況 如果很多泡泡 我多數可能是懂 就真的很夢幻這樣 那應該是多囊性軟潮 妳那時候可能剛好 有比較胖一點點 對 也是真的比較胖 我猜那個多囊性軟潮 因為巧克力囊腫 通常比較不會多發現很多顆 但是也有可能是巧克力囊腫 會有這些泡泡就對了 伴隨在一起有可能 對 她叫我來追蹤 所以追蹤 你看那個追就是在暗示 追蹤 好 那我們問一下廖醫師 怎麼樣的這個女生 可能會是高危險的族群 其實我們剛一直講到 那個驚血逆流 很像驚血 其實我們 其實正常女生 我們的骨盆腔道疏軟管 本來就不是封閉式的 所以我覺得女生多少都會有點 精血逆流 可是同樣你說 為什麼精血逆流 有些人就有 子宮內膜意味有些人就沒有 那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逆流精血 其實我們身體有一個防禦系統 它會把這些逆流的心血 精血消滅掉 就所謂的我們的免疫細胞 我們免疫細胞 它會把這個逆流的精血 就子宮內膜組織吞噬掉 好 可是當你免疫系統下降 有個說法就是免疫系統下降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完全 就我們身體的白血球 淋巴球沒有辦法完全吞噬掉 這些逆流的子宮內膜的組織 所以它就開始累積了 可能累積到卵巢 就是巧克力囊酒 還有累積到骨盆腔的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講說 這個是跟免疫系統有關係 那臨床上的確有研究發現 是有些子宮內膜意味症 比較嚴重的人 他的腹腔的白血球的濃度也比較低 好 所以我們中醫認為這個 免疫系統跟腎氣有關係 好 所以我們通常來看 這種腎虛體質的人 剛剛前面提到過 他就比較容易 就是免疫系統低下 就比較容易形成巧克力囊酒 那什麼樣的體質是腎虛體質 所以就是說你通常比較容易累 比較疲倦 好 或是最過度勞累的人 就要注意免疫系統會低下 還有一些比較腰酸無力 容易生病 手腳冰冷 怕冷 氣血循環差 那另外再補充 尤其現在女生很容易熬夜 生活壓力大 其實這些都可能造成 免疫系統的低下 所以有這類體質的人 其實要特別注意 有些人是因為有症狀 去就醫才知道 其實很多人可能 你自己有 你可能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評估在台灣 你有這種子宮內膜異味 就巧克力兩種的盛行率 可能有7% 甚至到10% 所以你最高可能10個 就有一個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是因為 所以你就沒感覺 那有沒有多年輕 之前有一個醫生說 他遇到一個 那是只有15歲 就是嚴重痛經去看 結果發現 15歲就有巧克力兩種 也沒有任何性行為 所以有些事就是體質 你有月經之後 就開始累積 體質 15歲 這真的很年輕 但剛剛小田 我就聽到一個人說 她說這也沒什麼 對 因為巧克力兩種 聽起來就是很普遍 因為這個名字是不嚇人的 但是我們今天既然會拿出來聊 一個這麼普通 不會有任何後遺症延伸的話 有什麼好聊呢 看一下這個 才第一個 那會怎麼樣 才第一個主意而已 來看看 小心會變成 卵巢癌症 這沒有關係吧 這麼嚴重嗎 這為什麼沒有關係 妳試圍感覺好像很頻繁 轉變成癌症 那就不能兒戲了 真的 這個觀念我先說一下 以前我們在開卵巢癌 我跟大家講 大概四層到七層 一定有一點點 內膜異味症的成分 換個角度來看 是不是內膜異味症 一定會變成癌症呢 這個目前沒有100%的準備 可是你就是比別人危險 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人都沒有什麼 痛經沒有內膜異味症 他一輩子會不會變成卵巢癌 在美國的大型統計 其實大概你夠老 11個會有一個 終身來講 我們叫終身得卵巢癌的機會 11個會有一個 不低喔 在美國 台灣少一點點 不過台灣很多東西 都跟著美國走 我們也發現這十幾年 所有的盛群率是一致 11個會有一個 可是你如果有內膜異味症 巧克力囊腫這種人 會比一般人多將近兩倍 那就五個到六個 就有一個 哇 那幾乎就是20%的意思 資歷太高了 不是長期 到你走之前 你可能病發成兩次 可是那種15歲 就有那怎麼辦 我是說一輩子 所以15歲 如果那麼早期 我說那麼早就已經發現了 他一定會卵巢癌 但是他可能比一般人機率就拉高 就多兩倍 他就等下先控制他的巧克力 因為那麼早就發現 這樣其實很可怕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卵巢癌 他總是有一個什麼 危險因子或什麼 那有沒有 大家回到卵巢癌 為什麼會得卵巢癌 又回到一命二孕三風水 這個概念 一命跟基因有關 也就是你卵巢上面的這個細胞 本來就比較脆弱 它會自動的變成癌 第二個 二孕就是你外在的環境 像你如果不生育 或者有些反復的藥物的刺激 這個卵巢不斷的破裂成長 破裂成長 它容易產生癌化的病變 好 那原理 內膜異味症也是一樣 內膜異味症 這裡本來是一個平滑的地方 我們內膜長在上面 它把它破壞再剝落 破壞再剝落 這也是一種反復刺激 所以從血理上 我們一直知道 巧克力當中內膜異味症 本來一定受傷的地方 一定比較容易產生癌化或病變 這是確認的 對 反復 反復的刺激 芽芽媽就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真的 我聽到這個 我頭皮都發 因為她很年輕 她大概40歲而已跟我差不多 然後我就想說 有一天她生完小孩 我去看她 她都很正常 她沒有告訴我 她得了卵巢癌 我說怎麼可能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因為她之前就有 我知道她有巧克力囊腫的問題 可是她後來開刀 她生第二胎 她開刀的時候 醫生就說 你腹部有一顆水流 我幫你順便拿掉 然後拿掉做化療的時候 才發現是惡性的 對 重點是她的卵巢癌是 她的卵巢癌是那種 是罕見型的 她跟我講說 醫生說還好你的卵 她幫你把水流拿掉的時候 是沒有破掉 要如果那個水流破掉的話 它可能就會蔓延 那個就會擴散 這什麼意思 水流 可怕 她那個水流裡面是有 就是會擴散的 如果你沒有拿出來 卵巢癌一旦破掉 我們所有癌症都有分級 給大家一個概念 基本上都分四級 卵巢癌的基本概念 長在裡面沒破掉的 大概是第一期 如果兩邊都有了 基本上就到第二期 破出來的 跑到骨盆腔裡的 叫第三期 如果跑到其他以外的地方 或者骨盆腔以外的地方 基本概念是這樣 所以第三期破掉 跑出來那個還不叫做轉移 那個也算轉移 我們講一個是 轉移到更遠的地方 其實我們說腫瘤轉移 都分陸海空三軍 陸海空就是徒步 它破掉就在旁邊移轉 這叫陸軍 海軍有時候破掉 透過血液的一個 到附近一點的血液的傳染 可能不會太遠 而是海軍 有一種是空軍 透過淋巴 一下子就跑到很遠的地方 醫生 因為就是 像如果口腔癌的話 可以知道說 可能嘴巴真的 潰爛一直好不了 或者是膀胱癌 有時候是血尿 但卵巢癌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特徵 可能可以讓我知道說 我卵超愛 我先舉一個案例給你 你可以稍微從其中知道 有哪一些 其實之前有一個中年女生 然後她其實 早先就是一直有 巧克力囊腫的困擾 還去開刀過三次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第一件事 巧克力囊腫是容易復發的 她很慘 因為她是那種 會非常痛那一型 所以她其實已經 所以她就只能開刀 對 她就只好去開刀 然後開了三次之後 後來那一陣子 她又開始覺得 怎麼又 好像又復發了 因為她那時候只是覺得 又來了 痛筋又開始出現 可是她那一陣子又覺得說 這一次除了痛之外 她覺得好像常常有 消化不良的感覺 就是肚子就是 腸胃到覺得怪怪的 那有時候合併 就是覺得肚子很痛 可是她想說 可能是這一次的 巧克力囊腫比較大 或怎麼樣 沒流心 想說差不多也快 更年期就會好了 不要理她好了 所以她就一直拖一直拖 開始覺得不對勁 因為整個人開始食慾 也會受到影響 然後長期就覺得 好像不是月經期間 怎麼開始也會覺得 肚子不舒服 後來真的受不了 想說再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就說 她那次看到說 你這個 一檢查就發現 已經是卵巢 而且她已經跑出來 因為她把它忽略太久 她一直覺得說 就是之前的巧克力囊腫復發吧 然後她也沒有管 她所有的腸胃到症狀 都沒有再管 所以去的時候發現 她可能已經 整個已經散開到 膨腔了 所以除了腸胃這方面的 不舒適以外 還有其他症狀嗎 所以只要指 你骨膨腔裡面影響到 我通通都會 那最常見 它會在 所以你腸胃蠕動會變差 腸都是脹氣 第二個它會附水 所以肚子會慢慢變大 第三個它會影響到 膀胱的部分 所以常常也會有那種 莫名其妙的 尿尿不舒服的感覺 有時候還有影響到淋巴 如果淋巴它就壓迫到 所以它就覺得 下肢會比較重 到第幾期會這樣 不會說很快 通常是第三期 因為比較可惜 剛剛小天 早點發現已經都三期了 小天天問到一個重點 因為很多癌症 它有早期症狀可以發現 你會發現最近在篩檢 子宮頸癌做做抹片 乳癌做做攝影 可以逆極性的 如果這樣化軟巢癌 一般你們看到這樣的病人 怎麼治療 癌症治療不害物三個 主要三個方法 一個就是能開刀就開刀 第二個方法 開刀它會根治嗎 如果沒有轉移出去 理論上可以 可是卵巢癌 是一個很討厭的癌症 我在所有婦科癌症裡面 我最不喜歡卵巢癌 因為子宮癌 很容易出血你就會發現 子宮頸癌 其實做出抹片容易發現 子宮頸癌 目前的療效都不錯 卵巢癌它常常 第一個 你要知道它一散出去 就像你一杯沙子 撒在一個地盤 你要怎麼把它撒乾淨呢 我們只能做的就是盡量 看得到的少乾淨 那有些它藏在裡面 你還是清不到 所以它基本上都要做 化學的治療 OK 那化學治療效果 最近有很多進步 可是療效還是有限 那放射性治療效果 通常差一點 還有它偶爾會加上 荷爾蒙治療 現在會加新的標靶治療 可是效果 還在考慮當中 另外它費用會滿貴的 如果我們懷疑是卵巢癌 當然會先溝通 因為就關係到你年齡 生育任務完成沒有 其實這個很重要 到癌症的時候比較難商量 當然能根除 我們就盡量根除完 可是如果是巧克力兩種 因為除去巧克力兩種 你的根除是指什麼 有可能就整組拿起來 差不多 如果卵巢 大家不要連卵巢癌 只要拿卵巢 卵巢癌的治療方式 通常連子宮對齒卵巢癌 全部整個拿掉 整個要清楚 這是如果你生完孩子 你的任務完成就差不多 或沒有寶貝的話 或是你不生OK 對 它就比較根除性的療法 那如果是巧克力兩種 我剛剛提到 巧克力兩種 當然以後變成卵巢癌 機會比較高 可是有時候我們還是要看 它目前還沒那麼壞的時候 我們會追蹤 那巧克力兩種什麼時候要開刀 基本上如果五公分以上 或者是它症狀比較嚴重 剛剛講痛經嚴重 有的人有不孕症的考量 有的人那個 雖然一點點而已 可是它壓到很疼痛的地方 這時候我們都會建議它手術 還有一個就是 症狀越來越嚴重 如果廖醫師 要用中醫的角度 我們這個如果巧克力兩種 其實人口數還算是多 那要避免它變成這個卵巢癌 一定是不是有什麼行為模式 飲食什麼之類的 我們要注意的 其實我們中醫 一直在衛教上強調 女性朋友在月經期間 還是避開吃一些 比較寒涼性的食物 那如果你本身有巧克力囊種的體質 你其實不只是在月經期間 會建議你在平時 都盡量避開這種寒涼性的食物 寒涼性食物不是大家只想 只有冰品冷飲啊 可是不要忘了很多水果 也是偏寒性的 像什麼瓜類的 西瓜 哈密瓜 香瓜 然後什麼葡萄 柚 柚子 橘子 還有最近的柿子 那另外蔬菜 當然說大家覺得蔬菜是比較良性的 可是其實就是你有這個體質 就必開吃生菜嘛 那你可以煮過的菜 我們煮菜的時候還加點薑蔥 蒜 所以可以讓那個寒性去處 對 所以這些都是有幫助有改善的 那真的已經有巧克力囊種的話 中醫會怎麼樣協助幫忙治療 吃藥嗎 還是穴道啊 對 我們其實當然中醫的 有中醫的調量 我們會用一些 那另外我可以教大家 很重要就是我們在月經 剛剛說 經血吧 讓經血排出順暢 所以大家不要只聽到 紋癌色變 其實很重要就是 我們中醫還是強調 所以在月 中醫也強調 陳醫師怕輸味 對啊 陳醫師怕輸味 可是中醫的強項在預防 那可以 那西醫的強項在後面的治療 對 強項不同 對 但是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也就是說預防上的話 我們在月經期間 教大家按摩兩個穴位 可以讓我們經血排出順暢 來了 另一個穴位是關元穴 關元穴怎麼找 關元穴它在我們的肚子 肚臍下 所以我們找到我們的肚臍 肚臍下三寸 四根手指頭的寬度 所以我們找到肚臍 下面四根手指頭的寬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關元穴 下面 關元穴按壓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 好想尿尿 對 好想尿尿 這個地方的脂肪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用手掌的掌根去按壓 這樣力道會比較夠 甚至兩個手交疊 那這樣按壓的力道會比較好 那通常會建議再按壓大概三到五分鐘 讓這個肚臍也暖起來 所以如果你比較虛寒體質的人 你甚至還可以用暖暖包 你包起來就按壓這個穴位 是平常按還是經期的時候也可以 如果是平常就可以按壓 那經期來的時候 你可以 對 正在來的時候按壓可以讓精血排得更深 那男生按可以幫助什麼 男生按很有幫助 因為這個穴位 關元穴要叫 就是有一些男性有性功能障礙 比如說有陽肚臂 枣蟹 其實都可以幫忙 對 然後我 就需要 對 對 第二個穴位是斜海穴 它就是在我們膝蓋 我們其實膝蓋骨 你們看膝蓋骨內側是不是有一個凹陷 有 你摸到一個凹陷 找到這個凹陷點 之後往上也是剛剛一樣 四根手指頭的距離 跟這個凹陷是同一個水平 對 往上 好 在大腿的內側 那我們可以用大拇指去按壓 六秒鐘放下來 這個穴位它是皮筋的精氣聚集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生理期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兩隻腳 我們可以兩個大拇指按壓 一起 就一起按壓有助於排精血 這兩個穴道 這是真的好穴道 有空就多按一下 好 接下來要注意第二樣 子宮頸發炎的問題 發炎聽起來好像似乎也沒有什麼 對 發炎就好了 發炎吃個藥就好了 消炎一下 人人都有吧 對啊 這個需要解釋嗎 陳醫師 就是子宮頸就發炎了 因為子宮頸發炎 簡單講 它裡面可能是一些感染 但是嚴重還是有可能嚴重的病變 它可能是 那些疾病的前兆 我真的沒發現 因為我之前我是有照過胃鏡 然後我發現我的腸胃有很大的問題 結果我三年來就越來越嚴重 可是我沒有什麼奇怪的分泌物 所以我也沒有想到關於復刻 對 結果是到今年九月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痛已經開始從這邊開始痛 然後痛痛痛痛到連肚臍下面都痛了 往下轉移了 對 越來越痛越來痛 然後那種痛的感覺好像是那種 發燒膚那種熱水袋 大概有三袋的重量在我的肚子裡面 所以我拍戲已經沒有辦法好好的站直了 我是痛到就是想要彎曲這樣 結果我做健康檢查才發現 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 三年 對 說 對 就這麼久的時間 然後如果我沒有做全身健康檢查 我是不會發現的 所以這個症狀真的是很重要 這算標準症狀之一嗎 完全 很難發揮 所以它有可能是一個巧合銜接的問題 我覺得巧合是其一 但第二個可能 我先講一下 這個是女生的陰道 這個是子宮頸 子宮頸大家覺得生病 子宮頸發炎只會侷限在子宮頸嗎 不一定 生病有時候會往旁邊 那子宮頸它是一個上皮 它有一個表皮 子宮頸的發炎最典型就像 感冒流鼻涕一樣 你感冒會怎樣 我們鼻腔也有黏膜 黏膜少司機就分泌物很多 所以你常常醒鼻涕 所以我常常講陰道發炎 陰道炎或子宮頸炎 其實就像陰道的感冒一樣 它通常就是分泌物比較增加 它會不會痛呢 因為子宮頸很笨 它沒什麼痛覺神經 所以不太會痛 可是呢 如果經常性的發炎在這邊久 它會不會往上跑 有可能 所以它變成子宮的發炎 那時候有另外一個名字 我們叫 子宮炎 或者再往上一點統稱 我們叫 骨盆腔炎 所以我覺得小小魚的問題 比較有點像是衍生成 骨盆腔炎 因為它整個範圍很大 對 那你要了解 細菌本來一開始在這邊 因為子宮頸也是一個 重要的免疫器官 你要想 這是從這邊進來的 把關的第一關 第一關如果它常常接受到 細菌的感染 它沒有辦法把它抵抗掉 那細菌有時候就長期植入了 那這地方反覆的生病的話 它也會產生一些病變 大家剛剛巧克力兩種 是一樣的故事 那地方反覆受傷再長 受傷再長 它就容易產生生病 對 因為那時候看醫生 他是說我太常熬夜了 因為免疫力很重 免疫力低 對 所以我整個免疫系統 影響了我整個身體 沒錯 不過你說它很像感冒流鼻涕 那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的症狀 有 因為如果反覆的受傷 子宮頸很脆弱 所以第二個常見症狀 就是出血 這個出血 像我們一直醒鼻涕 醒醒醒醒 那後來就會流鼻涕 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那有時候它皮太薄 會自發性的流血 可是常見都是在性生活 以後的出血 有去衝撞一下的時候 它就容易出血 但是那種出血就看情況 有時候它破皮太嚴重 它流血會流很久 那多數是一兩天而已 這是第二個常見的症狀 就這兩個大家可以刺蚊 刺蚊 刺蚊 來 家文 沒有 因為我剛聽小小魚在講 我自己的狀況是 我有一次被診斷是子宮頸炎 是因為 我就是生理期來的時候不舒服 可是呢 因為我平常生理期 沒有多不舒服 就是那一次特別不舒服 然後那個不舒服 會讓我一直想要這樣 就是 就很癢 好羞澀喔 也不算癢 就是你會覺得有點矮油 就是比如說你也沒辦法坐太久 然後你就站太久 你就是想要換位子這樣子 後來因為 因為我常常有那個尿道炎的經驗 你知道尿道炎 是 就很不舒服 你就一直這樣做就出血 尿道炎就是你就會覺得 越有一點痛越點 你就整個人就很不舒服 我就覺得 應該是尿道炎 然後我就還先去藥房 拿了那個抗生素 你就想說 我吃三天就好了 弄弄三天就好了 也沒好 沒好我就有乖乖任命 去看那個泌尿科 我就說我一定是尿道炎 什麼什麼醫生怎麼樣 然後後來他弄了老半天 幫我檢查完 他說不是 他說叫我要去婦產科 他說你是子宮頸發炎 對 然後所以我那次接 因為我聽起來又覺得 跟小小魚這個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像有一點都一樣 我覺得我的好像沒有 它那個那麼嚴重 對 這一類型的高危險群是 免疫力是標準的 對不對 沒錯 那還有嗎 對 其實我們就講說 那個子宮頸發炎 因為剛剛一直講說 那個發炎會產生分泌物 白帶 所以帶下其實就是 子宮頸發炎的一個徵兆 我們終於講說到哪些人 是比較容易有白帶的族群 其實大概分兩種 第一種是比較是皮鬚型體質 我們這種皮 皮是主身體的水分代謝 所以皮鬚就產生濕氣 所以通常有一種就是 你過度勞累 過度勞累的人 第二個就是喜歡吃一些 冰品冷飲含良性食物的人 這個都是屬於會造成皮鬚體質 所以皮鬚體質 你的分泌物的特點是 顏色比較白 而且它這個分泌物是比較亮多 而且是比較綿綿不斷的 但是是沒有味道的 這種沒有味道的白帶 這種是體質 通常伴隨症狀就是說 通常這類的人 比較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食慾比較差 而且大便會比較吸軟 而且我剛剛說下肢 小腿會比較容易腫脹 這是屬於皮鬚體質的人 這是第一型 第二型 其實現在女生蠻常見 叫腎陰鬚型 因為通常就是因為長期熬夜 日夜作息顛倒 還有睡眠品質非常差 這類體質 陰鬚會深內熱 所以它的分泌物特點 就跟剛剛皮鬚型不一樣 它的顏色本來是 皮鬚型是白色 它可能是比較偏黃色 而且它是會比較黏稠的 不像剛剛是很水的 它比較黏稠的 然後它會有異味 它味道會比較重 而且它陰道會比較搔癢灼熱 所以剛剛佳玟 可能就屬於這一類的 熬夜 然後它會陰道搔癢灼熱 那所以而且它會伴隨 剛剛說你情緒上 會比較容易生氣 心疼異瘋 會 情緒氣壓得很甜 頭暈 大概屬於這兩類體質的人 一般來說就是 比較容易子宮頸發炎的 高危險區要注意 台灣女性有子宮頸發炎的比例 高不高 這真的好難回答 為什麼 因為就像問說 請問台灣人有過感冒的比例 有多高 那是燒燒 誰沒感冒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 一般如果你婚後 就是結婚了之後 這群女性應該一半以上的比例 都曾經感染過子宮頸發炎 為什麼是婚後 那個陰道炎 陰道發炎 就是它比較上面而已 可是就是 其實你可能曾經感染過 你自己就好了 也就沒有感覺到 因為分不清楚上面跟下面 真的分不清楚 所以其實它只要有性行為之後 這個機率就高了 機率就已經高了 所以二分之一 即使沒性行為 也是有機會 對啊 不要怪臉男生 生活 很像有細菌作息 對啊 壓力大 OK 好 所以 子宮頸發炎 聽到發炎 覺得紅腫熱痛 這是一個非常平常的 對啊 但是它有可能變成 要小心就是變成 子宮頸症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 發炎 鹽會變 這太可憐了吧 是什麼原因呢 對 如果去看我們早一點的書 大概1990年 我還在當學生那時候 我們子宮頸癌的高危險群 其中有一個就是 陰道子宮頸經常發炎 後來確認了 子宮頸癌是因為一個 叫人類乳突流病毒感染影響 不過不管怎麼樣 只要陰道經常的感染 或者是子宮頸經常發炎 它這種受傷情況之下 感染到人類乳突流病毒 它就容易變成癌症 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要講 子宮頸發炎 我們不喜歡污名化子宮頸發炎 因為發生率實在太高了 可是如果你反覆的 常常去做某片 都是子宮頸發炎 你反覆的經常的白帶 莫名其妙的同房後出血 不會好 那你可能還是要找 婦產科醫師看一下 因為現在當然因為有 抹片來偵測 可是抹片有它的死角 抹片單次的敏感度 大概是65% 子宮頸癌是因為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一個病毒感染 有多少人最後 真的會變成子宮頸癌呢 一千個有兩個 大概六成的人自己會好 可是有可能三成到四成 它這個病會持續 病毒會跟你和平共存久一點點 甚至久而久之 會變成子宮頸癌癌 像我每一年做檢查 它總是告訴我有發炎 像我這種 每年進場就這樣 可是它就是反覆性進場 記得追蹤 可是也就覺得好像還好 那這種我就算告危險群嗎 這有兩種族群 因為溫華是比較善良的 這個自我那個話比較沒事 我要講就是 我們常常有兩種人 一種我怎麼還會有發炎呢 他會一直要查到 查到地老天荒才好 一種每年都發炎 反正沒事嘛 就混過去 目前的發炎有三個主要可能性 一個是 所以我們只要在顯微信下 看到老化細胞報告 就會被打發炎 第二個可能有些細菌 其他細菌的感染 不能寫得細一點嗎 這樣子我們也會很 你問得很好 所以現在比較精準的抹片 它會告訴你 同樣發炎有三個可能 它會幫你寫清楚 不好意思 這是比較老的細胞 所以一些老化萎縮 第二個就可能 只要細菌感染 它也會呈現一些發炎的細胞 第三個可能有一些 我們不是很確定 它可能有些 所以像這種我們下一波 現在會做人類乳突流病毒測驗 如果你測了沒有病毒 你根本就不要擔心這個發炎 就是你這個發炎 是跟癌症無關的 所以同樣一個發炎 它可能是跟癌症無關的發炎 也有可能跟癌症有關的發炎 人類乳突病毒 它是怎麼樣傳染 髒嗎 性行為 還是跟性行為 當然 那泡溫泉 或是說有些東西 對啊 因為有的溫泉 就是如果它別人前面的人 比較髒或幹嘛的 你放進去可能會很想 甚至做到馬桶蓋 游泳池 有沒有可能 這個為了幫很多家庭檢套 我們都有標準答案 標準答案就是 其實最主要是性生活傳染 可是人類乳突流病毒 隱藏在生活中非常多 到底這個病毒感染 是不是一定就會變成疾病 那就要看情況 多洗手它可以把它沖掉嗎 當然可以 可是我剛剛講 我們要留一個淡書 因為很少見的例子 我們曾經有遇過這種例子 就媽媽帶女兒去泡溫泉 這女兒才五六歲 的確是沒有 沒有感染到性生活的這個問題 她的確是透過這個 泡溫泉的時候 或不解的胃浴色配 那醫生像我們這種發炎 有這麼多人都會發炎 那 變成癌化有沒有什麼特徵 是比較好發現 它是往癌化的嗎 答案是沒有 沒有 我要先講 其實任何疾病 你不要認為一開始一個人長壞 就從小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壞人 大家長相很像 子宮頸的病變 最常見還是 可是異常出血白帶 是不是一定就會變成一個癌症呢 目前沒有很好的訊號 所以最好的方式 反覆發炎還是找醫生 然後做精密的一點檢查 我覺得人類乳涂瘤病毒 就是一個很好的檢查 因為你如果沒有病毒 就一定沒有 幾乎99.99%跟你講 不會變成子宮頸 所以那也是去做抹片就知道 做抹片 現在有更新的概念 現在因為怕這些小女生 不願意到醫院來 她覺得醫生幫她採檢 萬一跟她說你要追蹤 她以為她要追蹤 對啊 所以現在有開發出 病毒自我採檢 就一個小棒子 然後進去你喇喇 直接郵寄回來 連到醫院都可以郵寄 像症檢症分配一樣 她沒有那個嗎 比如說什麼黃金時間 像說 病毒的話 其實病毒還好 還好 因為病毒不是子宮頸 不需要採到子宮頸 我只要知道 你的陰道裡面 有沒有這些病毒存在 所以現在因為採檢技術 保留以及檢驗的方法學 精密很多 所以現在在國外已經慢慢地 在推廣這個部分 真的有這樣的案例 是從發炎變成癌化嗎 可以追蹤的回來嗎 一般你大概都可以找到家 甚至你有檢查 那個案例是這樣子 她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樣中年 她那個時候才四十幾歲 然後她之前去做抹片的時候 醫生就有跟她講說 她其實子宮頸發炎 而且又給她一個 很恐怖的名字叫 子宮頸迷爛 迷爛 然後她就覺得聽得很可怕 然後後來就有再去 她還做一些治療 沖洗幹嘛 NO-NO 後來她覺得 治療好了就好了 可是醫生一直跟她說 你這個狀況 你其實每年一定要定期做抹片 然後後來她覺得說 既然這兩年都沒事 那我也沒有再性行為了 那表示我OK 所以她就沒有再去做抹片了 那直到她大概過了兩三年之後 她就覺得 有一段時間就覺得 有點亂驚的感覺 可是後來有一次量來得很多 好像不對啊 怎麼會這樣 她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一看就說 她是子宮頸癌 而且已經比較後期了 然後她就說怎麼可能 她才是檢查都沒有事情 那她現在這幾年都沒有性行為 為什麼她會免子宮頸癌 結果醫生就說 其實當時你並沒有做病毒的檢查 所以或許你有發炎 而且你已經病毒在那裡 只是你不知道病毒還沒有真正 就是跟你造成癌症的病變 但是你已經有 等於說你的皮膚內膜 已經比較不完整了 那你可能已經有病毒 她其實默默在一直 兩個在互相對抗 可是你都沒有理她 即使你沒有性行為 她已經在那邊了 所以她現在變成癌症 那因為她已經比較晚期了 所以就跟她醫生跟她說 因為子宮頸癌化療的效果很差 所以她跟她說你可能要放療 甚至因為她有一些吃到 你知道她那時候去看醫生的時候 是因為她有一時候 她就覺得她那個尿尿的時候 怪怪 對 後來才知道她已經都吃到前面了 那個整個吃出去 所以醫生說她得把膀胱栽掉 而且她可能會有腎臟的問題 那我請問 子宮頸癌 她有可能一開始就跳過了 子宮頸發炎 直接進入子宮頸癌嗎 還是她一定會先經過 子宮頸發炎 子宮頸癌從你一開始 一個病毒感染 萬一你一路都沒有好 一路進展到癌症 癌化 感染到癌化 十二年 十到十二年 那有沒有快一點的 有 越年輕的時候跳越快 我們也有遇過那種十八歲的 她十三歲有新經驗 十八歲就有了 那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檢查檢查不到 我們子宮頸在這邊 有些子宮頸癌 它長得很裡面 你叫內頸的癌症 你做抹片是不容易偵測得到 因為太裡面了 對 那第二個呢 子宮頸我們是刷抹片對不對 你不要認為抹片 我一定刷得到細胞 有些細胞黏得很緊 我刷不下來 就看不到癌症的細胞 這一種叫 子宮頸癌分兩大類 所以為什麼現在病毒的角色 慢慢的重要 因為病毒是根源 所以基本概念 不要還是定期的檢查 才是最安全的 有人會問 那我是不是很老 就可以不要做了 其實目前並沒有這樣的建議 但是如果說停經以後 它細胞也比較萎縮的 連續三年做真的沒事 其實真的可以三年三年做一次 對 真的是 對 那治療的方法呢 治療方法剛剛有特別提到手術 其實子宮頸癌第一 基本上能開乾淨 如果很早期 我們叫做椎狀切除 把有問題的地方 切一塊三公分左右的肉就可以 如果已經發現嚴重一點 整個子宮要切掉 再嚴重一點 就剛剛素卿講的 因為它會影響到旁邊的神經 所以我們陰道要拿兩三公分 子宮頸的兩邊 也要拿掉一公分多 這個跟神經有關係 塑尿管也在附近 所以這個開完刀 常常有兩個小的副作用 其實是滿大的副作用 一個是尿尿會 解尿困難 所以它常常裝尿管 裝一個月 一個月以後要重新訓練尿尿 第一個 因為它神經被清除掉了 當然現在有更新的技術 就是我開這個刀 把神經保留下來 可是那是更高等級的手術了 這是一個方向 聽起來好可怕 那治療師 我們建議大家 盡量不要到這一步 預防 好不好 飲食 然後行為生活 來 沒錯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 如果你是白帶 剛剛前面講到 白帶有分不同的 如果你是屬於白帶 是比較顏色 剛開始可能是白色 沒有味道的 比較綿的那種白帶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講 是屬於皮膚體質的話 其實可以平常多喝一點 就是我們中藥常講四神湯 四神湯它可以健脾去濕 裡面有山藥 芡食 蓮子 芙苓 我們可以煮成湯來喝 所以不一定要放大腸 我們可以放排骨也可以 山藥也可以用煮熟的山藥來放 這都OK 那可以改善白帶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已經發炎了 就你的分泌五金是黃色綠色 或是有味道 我們中醫講體內有濕有熱 所以有濕的話 這時候你飲食上你可以吃一些 比如說像綠豆薏仁湯 它就可以清熱去濕 或者說我們可以吃一些 我們一般的蔬菜裡面的瓜類 比如說像冬瓜 小黃瓜 絲瓜 苦瓜 或是胡瓜 不哇 這種瓜類它其實有很好的 清熱去濕作用 發炎是體內有濕熱 所以你一定要避開吃一些 比較溫熱性的食物 所以麻辣鍋 你們最愛的 如果在子宮頸發炎的時候 千萬不能去扣它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些 比如說肉裡面 羊肉也是屬於比較溫補的 那水果裡面像龍眼 荔枝 榴槤 都是屬於溫熱性的水果 那你在發炎的時候 千萬不能吃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大家都忘記 那個因為還有濕氣 女生都喜歡吃一些甜食 巧克力 蛋糕 餅乾 甜點 含糖的飲料 它其實都是比較容易 這樣體內產生比較多的濕氣 另外還有糯米製品 像我們因為糯米是發酵 中醫認為它是濕熱之物 所以像說什麼 米糕 飯糰 米糕 油飯 或是湯圓 其實如果你在發炎的時候 都盡量避開這些食物 那最重要的是酒也不可以喝 因為酒也是濕熱之物 所以都要避開 我要平凡 怎麼樣 我要來問一個 有深度的問題 你剛剛就一直在想對不對 對 他剛剛很認真 那我來問你 為什麼呢 子宮頸癌的疫苗 幾歲打是最好的呢 疫苗的進展 從最早的那個天花疫苗開始 到現在已經兩百年以上了 那子宮頸癌疫苗 我必須要講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癌症疫苗 目前的公認 有效率是 九十二到九十六% 這麼高 那但是我覺得 這個外界對我們西醫太苛刻 你知道B型肝炎疫苗 當初有八成以上的防腐率 就已經被拍拍手 因為它已經拯救八成以上 那我們現在常常被攻擊 你九十二到九十六 九十二%還有八%的人沒有解救到 你怎麼可以讓它上市 OK啦 但是我要講疫苗的概念 只要六成以上 緊急疫苗 六成以上的防護率 就可以 就是一個好疫苗 什麼叫緊急疫苗 像未來如果支卡疫苗如果上市 或當初H1N1 那種是緊急急救用 它只要六成以上 其實就是值得被推廣 子宮頸癌疫苗在2006 全台灣全世界是第一個上市 台灣也是在同一年上市 到現在十年左右 以前是有兩架跟四架疫苗 那兩架是防兩種病毒型 都是跟子宮頸癌有關 四架是防四種病毒型 兩種跟子宮頸癌有關 兩種跟菜花有關 那目前的共識都是要 並不是因為獨厚於小甜甜 我想看你一切就 叫你來打第四次 嚴正的拒絕你的追求 所以是真的一定要 真的要打三次 這跟疫苗學有關係 一定要分嗎 不可以一天 然後它不行 它是有時間 你們有規定時間的 它有一些基本概念 前兩次要密集 因為它要加強它的強度 第三季那個要隔四個月上下 是等於是記憶 加強它記憶的 不是對你的記憶是 對 你看你們講記憶 這個你就很像在搭訕 你就叫我 我就會覺得到底是記憶 對抗體對這個病毒的記憶 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講是 今年更好玩 今年在七月有更新的上市酒駕 目前全世界絕大部分 都是通過九到二十六歲 可是二十六歲到四十四歲 全世界有四十幾的國家 也是通過可以打的 只是台灣目前 還沒有通過就對了 所以我們過二十六歲以後 不能打嗎 其實不是不能打 我常常講 台灣女生的子宮頸 跟外國的九到二十六的子宮頸 不是 子宮頸有長不一樣嗎 其實是可以 研究是九到二十六歲 二十六叫四十四歲 四十四歲到五十五歲 是三個群組去追蹤的 所以我的意見是 台灣雖然法規上沒有正式通過 其實它並沒有說它一定不能打 但是如果打了有什麼小的狀況 它就不能適用於那個要害救濟 那二十六歲前後打的差異點是什麼 為什麼當初我們推廣在九歲 他認為在子宮頸還沒有完全發育 還沒有接受到性的刺激之前 那時候是最佳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就好像你疫苗 就已經有一堆士兵在那邊 萬一有外面的病毒來 砰一下子要把它打發掉 如果你已經開始有一些病毒的刺激 到時候後來再長 它變成後緣比較慢一點 可是我必須要講 隨時打其實都有它的 防護效果 即使在四十 我們剛剛講二十六歲到 四十四歲這個階段 防護率略低 可是它還是有效的 我太太三三歲我就給它打 打這有健保嗎 還是要自費 但是你講的是叫做公費 台灣是沒有健保 但是台灣在很多地方 在國二國三 它是有公費補助 在全世界 補助金盟嗎 很多 有錢的省事都有 現實才有 那這輩子只要打這個賽就好了 就沒關係了 打一個 對 目前在我們二十年之內 好啦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 只是跟它分享兩個樣子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平才性疾病 只是本來年就變癌症 恐怖異性 而且這人口數來講還真高 你剛剛講說 可能這有千分之二 你一聽一千個 兩個 還好 其實很多 台灣兩千萬的人口 女性敗一敗好了 一千萬一年可能就有兩萬人 對 很多 你一聽這兩萬人就恐怖了 真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狀況 一定好好的仔細檢查 找醫生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